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竟然这么相信这个男人 要不这样吧 我帮你想一辙 你能给我想什么辙啊 全北京我只认识宋小小一个人 现在他也不见了 我马上就面临着无家可贵的境地 我的意思是啊 让你合情合理合法地住在这儿 很简单 我呢 帮你做两张订单 一个呢 是陆主 一个呢 是训租 谢谢你购入一元入住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不用签约 不用交钱 这样也行啊 你可以做主吗 订单就是凭证啊 咱们都是北漂 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的嘛 你呀 就踏踏实实地住在这里 等你的作家男友凯旋归来吧 可是那个可恶的房东 他不会找你麻烦吧 我本来就是个小时工 根本没有义务帮他看店的 他竟然非要让我帮他看店 那出了查错 我可不负责任的 我可不负责任的 从小也没读过什么书 这小数点除了查错 把这一万块钱打成了一块钱 我也不想的 这妖怪啊 就怪我那个老派的父母 不让我读书 你呀 就那个啥 啥 渔翁得利 对 渔翁得利 来 宋小小 你到底去哪儿喽 喂 妈 儿子 我跟你爸过不下去了 不是 怎么就又过 过不下去了呢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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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 见面再 再说吧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大白天偷拍一个妞儿 我知道了 晓晓肯定是在这里采风 然后不小心拍到的路人 不是狐狸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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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该不会还在这里采风吧 我应该到这儿去看看 没准来个浪漫的偶遇什么的 泰坦尼克号里面白富美 抛弃了高富帅和屌丝跑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学美术 老爷 你脸怎么了 跟谁打架了 我的事您就甭擦心了 如果你们可以很好地处理清楚自己个儿的问题 就算帮了我大忙了 我知道 结婚离婚的手续费对于你们来说不算什么 但咱能不能别总玩那么美 没心意的游戏啊 儿子 你也是成年人了 你知道 我跟你妈妈的性格上 这也不是很合适 成年人 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负责吧 婚姻对于你们来说是什么呀 你说你们离婚复婚这都多少回了 数都数不清了 能不能不要再给民政局的同志们天天麻烦了 成吗 好 我在这儿 我的他在这儿 中间有一盘红烧肉 既好吃又可以发微博 反正这次我们是真的过不下去了 所以才想到离婚 每次感觉过不下去就要离婚 每次感觉分不开就又要复婚 这么跟你说吧 我跟你妈妈 在爱情观上有冲突 爱情观 你们俩连自由恋爱的时代都没怎么赶上 现在反倒讨论起爱情观来了 我声明啊 我不是反对你们俩离婚 我是不支持每次你们俩离婚的理由 上 上次是因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 我们俩对山楂树之恋的见解有分歧 别避重就轻 那叫有分歧吗 你这么硬摆着 就是想到了上山下乡那红炎之举了 你以为你是干什么 你别说这个人 我不是让你们翻旧账啊 我 我就是不明白 为什么每次你们离婚的理由 都在形而上的领域里边转移 我需要的只是更有说服力一点的理由 比如说家庭保利 我爸有小三了 我妈水晶洋花等等等等 我需要的就是一个 让我可以接受的理由 仅此而已 反正肯定得离 不用你说 当然要离 必须得离 晚上定定了 宋晓晓 我住你的房 睡你的床 在你回来之前 我一定要变成宇宙超级无敌美少女 让网恋的光辉照进现实吧 我要收成一道闪电 好 别 别 别啊 你自己脱成这样 让别人看 你喊什么呀 我还没报警说你私闯民宅呢 请你从这冲上给我走走呀 走走走走呀这 可是我朋友从德国给我带 带回来 兼具测量体质和体重的功能 还好 撑还没有坏 冷 冷静下来吧 我想问问你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胖成了一堵墙 是谁啊 我想告诉所有被情所困的女孩们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 比男朋友失踪更可怕千百万倍的事情 那就是 又一条牛仔裤穿不进去了 我 如果我没记错了 今天下午我已经把你拒之门外 你怎么进来的 还有为什么在别人家里穿得如 如此之清 清凉 这不是别人家 我就住这儿 收 收 收点东西 赶紧走 出去 白纸黑字 一年 你 如果你毁约 我就去投诉你 你 店 你想讹我 是吧 现在我算是明白一些了 你 洁癖 龟毛 用北京话说就是事逼 你的保姆无情地报复了你 而我 坐享其成 知道我不好我店的名字叫 叫什么了 无所不能 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说我专门帮别人解决疑难问题 三角九流我都特别认识 你要是现在不给我搬出去 我告诉你 我治你的招多了去 这位店主 你不是无所不能吗 我派你的单 你帮我想想一个纯情少女 怎么对付一个凶神恶煞的房东吧 看着 我已经给你拍照存档了 以后我们就是室友了 我看的 你不 AF 你把我疯狂人看过去 你怎么在一起 i know you 这是我的房间 你要干吗 谁在我们家墙上乱抹乱画的 你用的是环保涂量吗 你知不知道 这种味道会对我的健康 有多大的影响 他画的 我含义对天发誓 我要是不把你好从里赶出去 我就尸不非非非为人 各位 刚才就在五分钟前我接到了大老板的电话 他说一会儿就要到这里来巡查工作 我要求你们现在打起二百分的精神 你们几个去准备欢迎词一定要热情洋溢一些 剩下的人马上跟我去新产品的展示区 一定要做到那里一尘不染 各位 战斗一惊大响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很好 开始吧 房东大人 今天起 小女即将在这里等着夫君归来 未经允许请勿擅自闯入 PS 墙上的话算是我的入住礼物 三十年后假如我成为皮加索 你会非常庆幸曾经与我同居一年 分手代理其实很好理解 你想分手 我们提供解决方案按绩效服务 比如说在你身边安排个小三 让对方知难而退 当然这个小三在经费充足的情况下 我们是可以考虑聘请专业演员 或者你罗列出对方的不足 我们并请专业的编剧对其进行 架工整理 然后制造你们吵架的矛盾 让你有充足的理由分手 你只需要告诉我你的诉求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的男朋友很好 他也很爱我 但是我现在必须跟他分手 可是我又不想伤害他 在你刚才的这句话当中 我听出好几处矛盾的地方 所以我才想和你当面聊 与其说跟他分手 不如说是一种委婉的方式 把他解放了 你们这儿是招人吗 对 你可以先填表 我看你怎么那么隐熟啊 工作时间谢绝大事 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 是吗 退货 记录上显示 你已经退过很多次货了 而且每次退货之后 都会再花钱买回去 这次也一样 先生 这不妥吧 你总这么来回来去的退货 那岂不是再免费戴这枚戒指 十五天之内 无条件退换库 我可是按照你们公司规定来的 不好意思 我赶时间 我看你真的特别眼熟啊 先生 我奉劝你一句 如果你一定要搭讪的话 请你不要用这么俗套的台词 和我搭讪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你的资产证明摆在这儿 说实话 我挺同情你们这些消尽的脑袋 拼命想往上流社会专的小姑娘 这样吧 有事要找我 我给你打个狠折 是吧 天生丽质 男自弃 我们的口号 就是帮你变得更完美 但整形的价钱 都已经和白菜一个价了 刀削脸就像刀削面一样普通 所以不整形反而是一种特色 签字 刀削面一边啊 你这个骗子 我快快找到你了 我赶紧再推 别跑 大家记住啊 玻璃啊一定要擦的 像没有玻璃一样 你看这里还没有擦干净 到这儿 经理 经理 干什么呀 要慢慢地来啊 要注意素质 不要这样着急好吗 微笑 有人把芯片展示区 给弄坏了 你说啥玩意儿啊 妈呀你还能不能干点啥事儿 这大老板都来了 快快快快 来 怎么回事儿啊 刚才有人寻仇 丑气夺命连环追杀 寻仇 我是谁 经理 我是傻子吗 你骗傻子呢 干净的年纪没有干净的事 就知道法号失灵 就是 这明明是恐怖分子把这儿炸了 我跟你讲 你们就是我的恐怖分子 你们是干嘛 你们是想弄死我是不是 我告诉你们一会儿大老板来了 你让我怎么办 我告诉你们五分钟之内 必须把这儿打扫干净 放松别干了 这都干什么呀这 太不现话了你们这 黑手搞艺术一定要烧钱哪 还在这儿打扫干净 就好 不幸会 这个是在这儿打扫干净的 我怎么做得无论 我现在再来